在古老的中国历史上,有一个人物让我们无法忽视,他16岁成为相国,20岁篡位为王,统治中国长达60年,然而,他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无踪,留下的只有无尽的疑问和猜测,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 韩卓出生于一个不起眼的家庭,他的家族并没有世袭的统治地位,然而,在少年时期,他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才华和政治天赋,据史书记载,韩卓在16岁时就被任命为相国,这一任命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震惊。 人们对于他的年轻和资历的质疑不断,但韩卓却以出众的才干征服了众人。 20岁的韩卓,年轻而雄心勃勃,开始构建他的篡位计划,历史记载显示,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,他以独特的手段和智谋逐渐削弱了当时的皇权,将自己的权力逐步加强。 最终,在20岁时,他成功篡夺王位,成为了华夏的君主。 这场篡位,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,但韩卓以强硬的手段和精明的政治手腕,迅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。 他通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,为国家带来了繁荣和安定。 韩卓的统治期间,他实施了一系列政策,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。 他重视农业、工业和文化的发展,促进了各个领域的繁荣。 在他的领导下,国家的疆土逐渐扩张,国力不断增强,为百姓创造了相对富裕的生活。 幼年贝竹 韩卓,出生于夏朝仲康七年,这个仲康便是太康的弟弟,这时夏朝的大权,已经掌握在后裔的手中。 韩卓是博明氏后代,博明氏,夏朝东夷族韩氏,金山东,人。 到了如今,也有人认为他是炎帝后裔帝埃的子孙,因为名气太差,而被后人改动。 年少时,由于父母的娇生惯养,韩卓向来为非作歹,看到别人手中好吃的,他便会抢夺过来自己吃,别人手中好玩的,他也会出手抢夺。 韩卓经常打骂东林西社,同龄人与其理论,他便会仗着体格的优势对他们拳脚相加。 一时间,怨生四起,父母迫于压力,于是对韩卓严加看管。 不过,韩卓很是鸡贼,趁着父母不备,将他们给捆了起来,仍然出去为非作歹。 于是,众人便告到族长那里。 族长大怒,将韩卓驱逐出韩氏,永远都不能归还此时的韩卓。 年仅十三岁,跟随后裔。 韩卓被驱逐之后,仍然不知悔改,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。 当时,曾有人问他要不要回家和父母告个别,韩卓却直接拒绝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族。 离开故土后,韩卓曾一味地感觉到迷茫,后来,他听说后裔攻占了下朝国都,觉得此人很厉害,于是便想着前去投靠后裔。 在此期间,韩卓在一山中借宿时,遇到了一位奇人,此人见韩卓很是聪明。 于是便收韩卓为徒,一年多时间里,韩卓学到了一身的武艺,为了防止师父再传给其他人。 韩卓狠心之下,竟将师父全家都残忍杀害,之后,一把火将师父全家都给烧了个金光。 之后,韩卓来到了都城,连续辗转十几日,才侥幸,有了机会见到了后裔。 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详谈之后,后裔十分看重韩卓,于是便将韩卓给留了下来。 当时,许多大臣都反对后裔重用韩卓,但后裔不听,甚至还收留韩卓为义子。 与此同时,韩卓也甚至自己名声不好,于是处处小心翼翼,夹着尾巴做人,不但竭力讨好后裔,同时也在拉拢其余国中大臣。 韩卓靠着强壮的身体,以及在师父那里学来的武艺,也曾帮助后裔平定叛乱,后裔对骑士越发的信任。 之后,韩卓也是不断的升迁,十六岁时,便已经成为了主政大臣,地位达到鼎盛,篡夺王位。 前文中曾说到,后裔极为善舍,在和平的环境中,后裔也逐渐开始堕落,经常四处狩猎,并且还贪恋于美色与美酒。 后裔对韩卓极为信任,但韩卓对后裔却没有那般忠心,他表面上很是尊敬后裔,背地里却常常咒骂后裔为老东西,老色鬼。 正如韩卓所说,后裔确实比较豪色。 58岁时,还曾那18岁少女为妃。 这名少女名叫淳胡,表面对后裔唯为为诺诺,实际上却与韩卓不谋而合。 他们二人都想弄死后裔,只不过前者是为了王位罢了。 终于,淳胡与韩卓勾结在了一起,三年后,二人合谋害死了后裔,之后,韩卓自立为王,将淳胡立为正妃。 终不被认。 韩卓不光是谋朝篡位,还做了件骇人听闻的事。 他杀死后裔后,竟然将后裔剁成肉酱逼着后裔的儿子们吃。 后裔的大儿子很正义,就是不吃,然后被砍了。 后裔的二儿子很无奈。 吃了,然而肉里有毒,也死了,总之是吃要死,不吃也要死。 就这样后裔就被灭了门,对收留并赏识提拔自己的恩人都能做出这样的事。 说明韩卓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。 韩卓杀死后裔时,仲康已死。 他的儿子向登上大下君主之位,史称后相。 韩卓虽然品行低劣,但是他上位后并没有像后裔一样腐化堕落,而是历经屠治,秦于政务,善待民众,颇有明君之风。 随着力量的强大,地位的稳固,韩卓放逐了夏后巷。 夏后巷迁居地丘后,依靠同为四姓的两个部落,真冠士和真寻士。 逐渐恢复了一定的实力,韩卓为了彻底消灭王魏隐患,命令自己的儿子韩卓带兵征讨真冠士和真寻士。 经过几年的苦战,韩卓攻灭了真冠士和真寻士,并把夏后巷包围在了地丘。 这时,夏后巷已无缘兵,他亲自率领军队拼死抵抗韩卓的军队,最终不敌,被韩卓杀死于地丘。 夏后巷一族当时都随夏后巷居住在地丘。 为了斩草除根,韩卓开始残忍地屠杀夏后巷,想把大羽的子孙一网打尽。 屠杀后,韩卓正式登上了大夏君主的宝座,左传,哀元年,终记载,韩卓历四十年。 也就是说,他灭亡了夏朝整整四十年。 后巷历史学者经常评价韩卓,夺权已是不义之举,更何况杀人夺国,而且手段异常残忍。 因此,韩卓虽然掌握了夏王朝数十载,但是后世史家在撰写史书时,却并不承认韩卓统治下的这段历史,甚至想将其抹除。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,源于中国古代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念,正统观念,特别是春秋战国之后,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,正统对于一个王朝和帝王是非常重要的。 韩卓杀军灭族后自立的做法 怎么能不招致后世史家愤慨,再加上后世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,于是后世学者不认同韩卓为正统夏朝君主。 夏后世一族血脉源自皇帝,世系是这样的。 皇帝,昌义,专须,滚,鱼,七,太康,施国,后裔篡位,仲康,相,因为子孙无能,导致到像这一世,生死国灭,让人感慨。 韩卓自以为杀光了大宇的子孙,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,可是,大宇治水扶则天下万民,自然也会有上苍诱护下后世一族。 大屠杀之时,夏王相有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妃子,厚明。 他悄悄从墙洞爬了出去,逃回到了娘家,有仁氏,藏了起来,没过多久产下义子,取名少康。 韩卓的故事,是对权力与野心的深刻反思,她的一生,虽然曾经权倾天下,但最终不过是一场空,历史的评说,永远留给后人。 而对于韩卓这样的历史人物,我们应该如何评价,又该从她的故事中学到什么呢? 这些问题,恰似历史长河中的伊丽莎,等待着我们去发现,去思考。 当然,年代的久远,神话的影响,韩卓的故事也无从考证,只是回到帝王生活。 人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,无论是怎样繁华与奢靡,都应该有身为天下之主的威仪。 贤明也好,昏庸也罢,总不该以荒唐世人,后世平定之时,从不会带着主观异象去批判,去赞赏。 但最真实的历史,最朴素的情感,往往才是最有利的证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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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。